如《熟冷言经》上所致 元氏菩提妙经明体 各位 万物都是从大光明藏中自然流出 长期光注 自信能生能现 至于极乐世界也佛如是 没有例外的 极乐世界跟其他世界不一样的 下面给我们说出来 至于极乐也佛如是 下面诸解 乃由于弥陀大悦之所致 众生 静心之所具 这两句话重要 极乐世界很特殊 特殊在哪里 这个世界跟别的世界相比 通通通都有 四图 三倍 九倍 这个没有例外 极乐世界也有 但是极乐世界的 同居图 同居图 跟摄放世界的同居图 不一样 那摄放世界的同居图 有净图 有灰图 像我们今天居住的地方 是释迦牧 那佛的 凡圣同居图 的 灰图 不是净图 那么极乐世界的 同居图 是净图 不是灰图 二 清静到什么程度 比我们这个世界 天道还要清静 我们的欲界天 比不上它 至少要四界天 四界 十八成天 这个里面人 他们的生活 受用 相当于极乐世界 凡圣同居图 二 大概凡圣同居图 下下平我身 下上平 下中平 一定超过我们 天道啊 欲界天的 更不可思议的 是他们能够得到 阿弥陀佛 四十八元的 价值 我们得了四十八元 这个价值 可了不得了 这一加持 他们的生活 等于 法身菩萨 法身菩萨 有四十一个地位 级别 是最高的级别 等于 这个菩萨 也就是说 往生到极乐世界 深得凡圣同居图 下下平我身 你的生活待遇 你的智慧 等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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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点 叫人怀疑 所以这个法文叫 男性之法 其他的还可以相信 这怎么能做得到 一个凡夫 在我们这个世界 要修无量劫 才能修到 深深适适 都修得好 一次比一次正经 要无量劫长的世界 西方极乐世界 前面我们举 盈阔的例子 三天修成 再过三天就往生 谁能相信 所以 这个法文 叫 异性 很容易拯救 难性 真难性 异性 难性之法 是真的 不是假的 我们不能 不知道 能相信 都是善根 非常深厚 过去深中 曾经供养 无量 诸佛 入来 你听到这个法文 才会相信 所以 听到这个法文 学习这个法文 不能相信 这正常现象 很正常 很正常 是这样 我们 切除 佛有 大众 谈到 敬奏 能信 我们心里有素 这人 上根 深厚 过去 无量 皆中 供养 诸佛如来 至于不能相信 半信半信 信心 生不起来 可以原谅他 他没有这么厚的 上根 他凭什么 相信 就是 心 是要凭 过去深中 修学的晨习 来算